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3赛季中超联赛第十轮 成都荣诚在主场对阵南通之云队的比赛 这球稍有犹豫 再加上郭俊臣过来补位的速度非常快 这一攻一防 应该说做的都还是比较到位 贝利佩拿住球 这球南通之云队的球员在上抢的时候是有犯规的 对侧 成都荣诚继续来主罚脚球 罗姆罗这次换了一个主罚方式 往中间的位置给 远端这边还有二次进攻的机会 甘瑞 转中球 给后点 投球打到门前 皮球在球门线上弹地之后 最终还是偏出了远端的球门力中 东都荣诚也是狠抓定位球的机会 甘瑞的转中球 这球给到了远端 艾克森吧 又是艾克森 跳得非常高 形成了一个甩头的攻门 中间菲利佩没顶着啊 15号刘伟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双方的犯规次数之比是3比6 阿尔德 好的 脚下的技术非常的清零 这球直接打向球门 漂亮啊 所以南通之云第二梯队的进攻球员 网松外围直接对角打门 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 网松外围果断起脚远射 这球最后是打高了 现在看反击菲利佩交给罗姆罗 这球刚到菲利佩的脚下 南通之云的防守球员先出一脚 把球破坏到了边路 罗姆罗进攻线上继续组织 这球打球们的圆脚 这射的还是很果断的 罗姆罗这球给前点 甩一头 这个球啊 这个成都荣城队的脚球进攻 换了一个主罚方式 现在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双方下半时的比赛开始了 菲利佩中路持球 这球在等待边路上来的队友 唐欣这一侧上来了 横向内切 唐欣起脚 打球门进脚 这球有威胁呀 但是你这一次是艾克森往中间走 吸引了对方的防守球员 菲利佩再给唐欣 唐欣内切拉开角度 直接打球门进脚 这个还是很有威胁 还是很有威胁 好 菲利佩这球在交给中场 长传转移 给到了边路的空档 唐欣传中球再往中间掉 菲利佩周定阳 两个人在进区内的投球接力 这球进攻的威胁 其实还是打出来了的 移到了对方防守相对薄弱的 唐欣所在的这一侧 这球的流动 要么往自己进攻的最强侧去走 要么就是往对方防守的 最弱的那个区域去走 成都中城下半时比赛的开场阶段 这一点还是找到 传中球再给远端调整 打门 汪松整个的这一下停 然后调整 再射门 这个赛季的中超联赛的比赛当中呢 帕拉西奥斯有七场比赛都有出场 唐苗 罗姆洛 现在罗姆洛呢 收到中场 富有更多的进攻组织的自由度 然后帕拉西奥斯打在右路 这球菲利佩调整 打马 打球门进脚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72分钟 成都荣城队右路的进攻 打穿了南通之云队左侧的防守 这是帕拉西奥斯 其实这球处理的一般 帕拉西奥斯并没有能够追上这个球 然后是菲利佩往后把球交给了罗姆洛 但是就是这一晃 一下子让南通之云 后防线出现了一个反马提形的空刀 整个阵容出现了一瞬间的这种防守的错位 该钉菲利佩的人没钉 奔着帕拉西奥斯去了 然后呢 菲利佩传完之后 马上再往中间去跑 上赛季再加上这个赛季 对阵荡赛季的升班马 七次交手是保持不败的 这球给到了边路 唐欣扣过来 再给过去 埃克森直接射门 这球埃克森的左脚 之前九轮八次出场 三场首发 有一个助攻 成都荣城相对的 他这个轮换的班底要更厚一些 布雷桑和菲利佩 两人今天这场比赛 一直是针尖对卖盲 基本上这个球开出 比赛就结束了 果然在这时候主裁判 吹响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次还没有